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收在9348点 不过下杀取量 我们看到今天量能出来了 1351亿元 那么这个信杰哥 我们看到今天台股 这样的一个杀法 其实大家心里头会蛮慌的 那么信杰哥怎么看 这个大盘接下来的走势呢 我想没有错 我想看到今天台股 这种杀盘的过程当中 当然很多的投资朋友 不论在盘中 可能再透过FB就来问我 或者我们都会来问我说 老师今天这个盘 到底在杀什么 因为找不到什么利空 第一个全市场当时 到最近比较担心希腊会不会倒债 可是我们看得到 看得出来 整个希腊的一个协商的过程 就如我们所预期的 应该在整个6月5号 这边倒债的几率 仍然还是比较属于微乎其微 所以我们看到欧美股市 昨天也开始 触底再开始做一些谈生的动作 第二个台股 会不会是因为南韩的MERS 怎么样 会不会引发整个疫情的一个扩大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如果倒播的话 我们也可以顺便带下 南韩股市今天是收红的 反而是疫情的重灾区南韩 今天是收红的 当然也许有投资团团说 会不会是因为 入股这边的下跌 或者入股可能有传出 确诊的人士出来 可是我们看得出来 其实今天入股盘中货有杀 但是其实它的跌幅 好像也没有像台股这么恐怖 而且如果最近入股再高档 本来就会做比较剧烈震荡 毕竟这波人家入股的涨幅 真的比较大 所以回过台股这边 我个人看法是说 虽然今天真的 有点杀得比较瞎 那为什么今天会杀得比较瞎 尴尬除了外资之外 法人之外 也就是可能很多投资朋友 自己吓自己 因为据我所知道 是因为现在涨跌幅开到18 今天等个大盘指数开低之后 在往下压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今天先砍再说 尤其一些融资户先砍再说 因为怕的是 现在整户维持率提高到130% 再加上现在的涨跌幅是10% 只要22% 大概三天左右 两三天可能会追脚断头 所以我们看到到 今天整个杀盘 从整个外资到法人 到投信质行商 到最后应该是属于散户的一个什么 多杀多一个停损 卖压的一个出楼 所以如果没有错话 我认为今天搞不好融资 应该会做个比较适度的减肥是好事 好 那你说整个大盘指数 虽然今天杀得有点瞎 可是你会发觉 如果你是过去这段时间 股市群会信杰老师 我的忠实观众 你会发觉 好像行情跟我们所预期的 有点自差没有很远 因为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就跟投资后讲了 这行情 当时我们在五月中旬的时候 讲过的 这盘应该剩下最后一个 触底一个格局 画了一个这个区间 给投资后看你会发觉 那整个区间的下源 大概就在9300 9400这附近 那为什么区间下源 要花在9394这附近 因为这个 如果你是我们的家族成员 你拥有的盘后的传真稿 如果你曾经有来上过 技术分析课的投资朋友 那如果你说之前没有上过 技术分析课的投资朋友 不要紧 我想今天晚上的这个 一个教学体验课程 就非常重要的 那为什么这个教学体验课程 非常重要 来 这是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 要上课的讲义 你看讲义这是最新的讲义 我们这两天 真的是漏夜编出来的 连夜感编出来的 一个最新的讲义 好 那这个讲义里面 我们说这个 不论适用你在大盘指数 或者你适用在各股 类股 都一定会通用的叫做什么 一个均线的东西 那这个也是我今天 要教大家的 预测股价 有没有看到 预测股价未来的支撑与压力 好 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说很重要 来到整个9394这附近 或者说我觉得 可能是一个机会的浮现 看似破线 因为今天整个大盘 灌破9500点 会有很多的 停损卖牙出楼 但是看似破线 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机会 来 我要跟头上分享的是 来 你看过去这几次来 我们来看看 这是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 也是大选前的一年 这个 您也知道明年要选总统 这也是大选前的一年 那一次 第一次来到10393 来到万点 来到万点 他会有一次的回答 好 那你是发觉 那次回答回到8250附近的时候 这边刚好又回到哪边 跟今天位置是差不多的 你说位置差不多 老师 那其实8000耶 现在是9300 你的意思是台股要下1千 我的公法不是这样 你要轻轻 他所谓的位阶是差不多是 回到半年线跟年线上下附近 那你发觉 这一刀打下来 压下来这边去尖横盘之后 打在最后的压盘之后 我还有一波10326 我说最差最差 都还有这一波怎么样 叫做右肩的解套波 右肩的解套波 好 那你会发觉 如果从这边这一波上来 那准备两千点 就算你这边 过去这段时间 你没有躲过这一波的灯 其实说的 你只要调整好手中的 这一波的强势骨 你真的都还有机会反败为胜 甚至如果你可以掌握 更好的我们所讲的 如果掌握关键转折 让自己从小资金 快速的累积财富 变成大财富的一种 累积财富的一个什么 方法 你可以掌握得住 我想这样的一波行情 你真的有机会 背书翻转回来 好 那你说一次还不够 大家再看第二次 这也是一样 八年前的时候 2007年 也是达到9807 那又发觉 这9807杀下来 这边那次是跌到 7300多点 不是说这次要下7300 我刚才说过 你看这条 这边也是来到这边 叫做半年线跟年线附近 你会发觉 最后再给他拉上来 拉到多少 拉到9859 所以从这边 你会发觉一些事情 第一个 结论在哪边 过去这几次 来到万点附近 就算打下来 他都还会再来一次 甚至会再稍微过高 那你如果这次 是从1014点 打到现在9000出头 那我如果未来再上去 那代表是不是 我还有另外一波的 千点行情让你赚 这个就是你未来 从现在 到整个下半年 你要好好把握的 行情 好 甚至我们再 从整个去年角度 我想你会发觉 现在在航空的专家 当时在这边 也是在看空的 没错吧 你会发觉 现在航空的专家 也是当时在 8500点看空 好 你看 8500点到这边 那时候看空的时候 也是这样 这条叫做年线 好 那如果老师 稍微破年线呢 这个就是美感 为什么今天晚上的课程 你一定要来上的 原因有在哪边 因为跌破年线 年线是上扬的 你会发觉 最后是上去 所以我从过去的 这几波的 过去这好几年 这几年 这几年来 每一次整个 来到年线附近 而只要年线是上扬的 来 人们说这边的年线 你看今天这个位阶 今天这个位阶 为什么我在之前 来 我在之前 要画这个区间给你 而且这个区间 不是青菜的位 我哪不在位这 我哪不在位这 我为什么这个区间 画在这边 其实我需要很多投资 我知道我们的忠实观众 很多 或是我们的家族成员 包含在 来听我们投资讲座 都来问过我 老师 你这个区间 画到这边 你是不是有什么寒意在 很多投资都蛮专业的 毕竟看我们节目 学到蛮多东西 我说 会画这个区间 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 最坏 这个叫最坏打算 回到年线上下附近 再上来 回到年线上下附近 再上来 好 那我们说 这个行情 今天的这一根长黑 看似危机 会不会又是另外一转机 beautiful 对不对 今天这一条叫做年线 我看到这一条都是年线 今天是不是大概连到这边呢 好 那如果来到这个年线上下附近 为什么今天套用孔子 伟人所讲话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今天这根长黑 大家一定会怕 大家一定会恐慌 甚至看今天盘中就很多人 开始乱看股票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把行情 了解得够透彻 行情真的按照规划的 来到这个年线附近 它可能是另外一次的 过去第一次的经验 不管每八年是总统大选 以来说只要达到年线 万点之后会达到年线 连线之后再会再拉一波上去 你这波再上去 是不是将近千年的行情 是不是将近千年的行情 你是不是该好好把握 那你说真的会是这样吗 我想我不敢说我们是百分之百 但是为什么过去长久以来 我们对的几率那么高 运利有在哪边 就是我们都很客观地 在跟你分析下去 因为甚至我们不论在基本面 不论我们在技术面 我们都领先同业 都比同业之间更有实力 甚至我们还有 我们的绝佳的操盘软底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上课内容之一 当然不只是上这样 你看这么厚厚一叠 这只是我们今天要上课的 一点点内容而已 那你说 老师我这个内容 我还听就一定听得懂吗 我相信我跟你讲的 都是最口语化的东西 我用最简单的方法 集我这十几年功力 我尽量的在一个晚上之内 帮你交会 打通你的人同二脉 打通你的人同二脉 所以为什么说谈到这个东西 我讲过了嘛 我们的这个创造大财富的方法 如何运用小资金 快速累积资本 达到的财富自由 最实战的自胜四招 改变你的股票的一生 也许这一次生的有机会改变你的一生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天 要在今天开这个课程 你说说真的 我可以不要今天开啊 来导播再帮我们照一下 我们不要可以不用今天开这个课程啊 我可以等到几天之后 又拉到9600或是9800 我也可以等到一个月之后 上万点的时候 看到万点的时候 我再开这个课啊 因为那时候你绝对相信我讲的嘛 各头之后你觉得我这样讲话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 我认为很多投资者觉得说 你现在也许说 还有好像那些看空的人 比较准 但是一天两天 并不代表未来 就好像两一两个月前 我跟你讲 生计股会跌 开始还没落的时候 你也觉得我不准 我说等到跌下来 你就相信我所讲的话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路遥是怎么样 知马力 日久才看得见人心 才让你知道 一个专家实力的优育力 对不对 我为什么说我不等到拉到这边 我再来开这个课程 我等到拉到这边开这个课程 我跟你讲 你绝对会想来听 你绝对会想来学 为什么说 对嘛 因为准嘛 因为怎么样 都验证了嘛 可是我换个角度 还跟投资者分享 如果 如果 当这个行情 拉到这边的时候 我在开这个课 你来听 对你的帮助可能比较有限 为什么 因为你错过了这一段行情 你错过了 可能在这个短期间之内 很有机会让你 反败为胜 因为可能多投赦 这波受到伤害 尤其这一根200点下来 应该很多人受到伤 你可能会错过一次反败为胜机会 你可能会错过一次怎么样 如何小钱变成大钱的一个机会 你觉得个头重 我这样讲不到你 所以我为什么要选在今天 你看我今天 这个200点下 我选在今天要开这个课程 因为很简单 我知道转折点快到了 因为我知道转折点快到了 所以这也是我今天要教你的 那这个我们说 策略 你学到这个东西之后 我有方法 我有策略帮你快速累积财富 但是这个方法策略 我会在课程里面教你们 比方说你现在有多少的资金 你这个资金该怎么分配 一次到位 还是自从分批的卡位布局 这个就是一个方法策略 所以我们在整个课程里面 来 实战自身的四大基本策略 影响价格变动因素 预测未来 掌握未来关键的转折 还有现阶段 今天这支200点折下来 我这个话问说 老师我还有机会吗 如果今天这根长黑下来 现阶段你要怎么做 有机会反败为胜 那我想讲义 刚刚你也看到 就是在这一本的讲义 好不好 这一份的讲义 就是我们上课的内容 那我们说我们制作讲义 你一定要提前怎么样 跟我们先上文保指定 做预约报名 免得到时候讲义准备分数 不够怎么办 还有最后再针对大阪 再做一下补充 因为我知道投资到这一波下来 会紧张 会害怕 这根长黑一定会怕 我再来看一个东西 你来看过去的这两波 总统大选行情里面 我不晓得你要不要看到这一般 我看你10393打到这边 年线的这边 请问这边低档停几天 有停半个月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半年 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停到下辈子吗 停到你头发都白了吗 一次 我再给你看第二次 我真的有时候我就觉得投资朋友 我希望你能够清楚地知道 再跟你表达什么 9807打下这个点 这个长黑会不会很可怕 来这边导播可以帮我们放下 这种灌长黑 不怕大家骗的 今天200点大家也会怕 请问 停留了几天 你再看一次 请问在第一档 这个连线上下附近 停留了几天 请问 来 停留几天 这根长黑灌下来之后 来到这边的连线停留几天 那现在整个大盘加群指数 我想我刚刚也跟投资朋友讲的 今天已经到年线了 所以这个代表是什么意思 它可能 在第一档停留时间 在年线停留时间 可能不会很久 当然 这个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跟你讲 原因留在哪边 按照过去的经验 什么叫技术分析 就是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 它可能 未来百分之八九十 同时你要听清楚 是百分之八九十的几率 你要去赌百分之十的几率 还是赌百分之八九十的几率 如果从过去的经验告诉你 百分之八九十的几率 它告诉你 这种情形 它达到这个位置 它停留时间很有限 那如果停留时间很有限 你觉得今天晚上这个课程 你该不会重要 你觉得会不会真的有机会 改变你在股票市场 卖工一生 改变你未来这下半年就好 改变你今年在股票市场的 改变你今年就好了 你觉得我这样讲不到你 好那你说 也许这一步的长黑下来 投资团也是会担心害怕 老师 我手上有一些股票杀得蛮深的 那我讲过了 因为有些股票 真的是比较弱实一点 那你想说 如果当机会出现的时候 我们再回过来谈一个东西 投资后你会知道 这个盘如果触底了 有的叫做跌升反弹 它不会很强 对不对 有的可能在最近高档 可能要出现 补跌的讯号 有可能有可能 有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觉 为什么每次大盘一指纹 你看当时大盘指数 在五月中旬 砍了一百多亿融资出来之后 大盘指数只是盘 不要弱就好 不要说起 只要不跌 你看我们再跟你调一下股票 你现在说做股票投资 你有机会反败为胜 原因留在哪边 如果未来你能够筛选到这些标的 如果未来 你的手上股票是类似这种的 每次回撤均线支撑 每次回撤 这次你看当时的英特雷达到的季线 上去又是一波上去 你看这一波的光通讯的股票 你看这一波的不断在起机 对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我说我们有太多 让各位投资者赚钱的 获利的怎么样 例子 对不对 包含在省达 咱们刚才一共 利多出来再去追价 短线很容易怎么样 被短套 今天省达就拿回坐正当整理 是不是 再来也是投资者快心的 如果当未来这一波行情 来 我们再看一次 当未来这一波行情上来 来来 如果未来有这一波的行情要上来 除了来上课之外 今天课程真的太重要了 因为你错过这一次的课程 我跟他真的直输到 可能他到这边等你了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我是在跟你讲的 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你 那我的看法 原因理由都告诉你了 所以你看今天课程重不重要 而且这是一个教学的体验课程而已 如果有这么一波 头之后你想要 要不要有没有帮他第一个 一支股票扭37% 一支股票扭37%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退来 所以我第一个的想法是 我知道投资我今天的这根黑棒下来 我不会恐吓你 我会想尽的办法是 我尽量帮你 所以我也讲了 如果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那害羞的投资朋友没问题 你要拍小卡来 我告诉你 你可以怎么样 FB的股市群会的私密 24小时 stand by 为你待命 真的啊 你会发觉我真的是24小时 在帮你stand by 待命 我只要看到 我有时间 我马上几乎都会回应你 哪怕你是晚上10点 11点 12点 假日照样都回应你 因为我知道投资朋友 当有问题的时候 心急如魂 心急如魂 所以我尽量的帮你 所以如果有股票套牢的投资朋友 我有方法 帮你解套获利 第二个 如果你有股票问题的 我讲过了 我也会利用我们的 你可以打电话进去 你可以跟我们线上浮文保持 我们用我们的决策的 最佳决策软体 帮你检视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你的股票已经是跌到末端 可能今天这根 你看哦 今天这根200点的长黑下来 刚刚自越跟投资朋友讲嘛 现在今天有1350亿的量 那代表可能今天有人在低档干嘛 他在接股票 那如果你的股票 可能今天也是跌 但是你的股票今天是 大户在低档承接的呢 你说你可能看不出来 我们的决策软体 他看得出来 他会从整个动人指标 大户的今天的知情心态 所谓大户不止的是三大法人 不然在主力的心态 一些主力的一些心态 他会告诉你 这位 李小姐王先生陈太太 你的股票这一档股票 不要再杀了 因为有人下去买的 他会反弹 但是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他可能是今天大户 是站在卖方的 我们这个系统也会告诉你 那这个股票 你可能短线稍微避开一下 转到下次 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开始转强的股票 类似当时的邦特 83块半转强 你看一波大涨37% 所以我想这边 也讲得蛮多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各位投资朋友 这一次的回撤连线 它是一个机会 那这个机会的浮现 在哪边 第一个 对今天晚上的课程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 赶紧跟我们线上 我们保持联络 赶紧做好 预约报名的动作 第二个 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投资朋友 我也欢迎你 可以跟我们线上 我们保持联络 不论是我用基本面 来帮你分析 你手上的股票 或者我刚刚所讲的 我用我们的决策操盘软体 我们决策操盘信头 我来帮你检视 你的手上股票技术面 或者在法人 大户的现在的进出的动态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如果这一波 你想要有没有 类似邦特第二这种标的 你说老师 你昨天有预告 有一档隐藏版的神币标股 最近即将发动 那为什么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随时要发动 我昨天跟你讲 也许快的话就是明天 慢的话应该不出这三到五天之内 其实原因就 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个 因为这几天就是整个大盘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 所以如果你继邦特起机 红准之后 这一档股票 你有兴趣的 你想跟上你的投资朋友 我想你现在也可以 你用短时间 跟我们线上服务人员联络 做事先预约登记的动作 为什么什么叫事先预约登记 当买点服务线 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下去买 但是也请你告诉我们线上服务人员 你告诉我 你的资金水位大小 因为几十万跟几百万跟千万的人 布局的模式是比较不一样的 好不好 真的不论真的有股票 或者今天的课程 或者有乐持股问题的 欢迎你 你用短时间 跟我们线上服务人员联络 谢谢 好 非常谢谢信贾老师 我们先休息一下更多精彩的内容 马上回来 结成为您服务 服务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现场直级 全台各地中古屋和新城屋 审美观察 设计师帮屋主主梦原梦 不管你想买房子 卖房子 租房子 看房子 挑房子 台湾好所在 一次告诉您 请锁定三一台平台 台湾好所在 全新出发 Lamigo国际旅游 给您吃好 住好 无购物 外加千万旅游平安血 让您玩得安心 尽兴 有尊严 Lamigo Lamigo国际游平安血 最深凉伤机 威力不可小致 请我刚才的新闻吗 来到这里 I can't see 就看新鸡 你有第一首消息要爆料吗 只要随时随地拿起手机 啊 明星卖萌大吉博 显得比我可爱呢 掌握第一首偶像动态 只是个小人物 Can't really reach a man 追踪最新的剧情发展 哇 跟我一起发了三个行李 独家消息 全上网搜寻三地新闻网 Lamigo国际旅游 给您吃好 住好 无购物 外加千万旅游平安血 让您玩得安心 尽兴 有尊严 Like here Lamigo 欢迎回到这边现场 赶快我们要请我们的信杰老师 来告诉大家很多关注朋友 问的一些个股的问题 我想其实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就有很多投资朋友 又是会来问的第一档股票 那是浩顶 为什么 因为今天开盘 直接开跌停板 那整个浩顶这边 其实你会发觉 最主要原因里面就是说 整个目前法人界 你要听清楚 法人对他的 整个直接向美国FDA 申请要证的几率 是认为比较偏低的 好 那你会发觉这档股票 如果你拥有我们的 决策操盘软体的话 你会发觉件事情 浩顶不是今天跌停板 才出现卖出讯号 在昨天335块附近的时候 就是已经出现了 绝佳一个卖讯 你看 从335出现卖讯 到今天 不断是操盘300 或是跌停板280几 又差了好几十块 这个就是如果 我刚刚也讲 有任何持股问题的投资帮 让我们的决家 我们的决策操盘软体 帮你做一些 持股的一些看法 投资的建议 再来邦特 这是我们之前 带你大赚 30几%的一档标的 好 但是整个邦特 虽然今天下来 你会发觉 可能有一点在开始 动力开始在转弱的动态 代表什么意思 就算有再上去 当然一档股票 已经涨了37% 我也不建议你再去追价 帮我们家族成员抬轿 你现在想的是说 如果在整个生气储群里面 邦特第二在哪边 如果这几天 大盘押回到年线附近 类似邦特第二的这种 郭富城 我们讲的 这档对你爱爱爱不完的 对你爱不完的郭富城 我觉得这几天震荡风味 它可能是你一次的绝佳买点 甚至包含可能自己 你要特别注意 第二次的机会 可能在这几天随时买点 随时将线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讲的 不论在整个邦特第二的郭富城 或者既邦特起机红准之后 下一档的隐藏版的神秘标股 请你跟上车 或者你对我们今天晚上的 整个上课的一个 教学的体验课程 你有兴趣的投资 也欢迎你 现在赶紧跟我们行政上服人 做最后的预约报名动作 好不好 谢谢 好 非常谢谢信教老师 这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